最後一場 第九場是三番千二米的賽事 潮州小子捧成兩倍半 大熱門 藍天堡四倍 大莫英雄五倍 魔術家八倍 好新聞 另一隻心律不正常 今天贏了兩隻 這隻好新聞都由十倍落到八倍 去到最後一場賽事 這場蠻好看的 留意一下 而出集的時候 見到永勝寶出得最快 還有內南藍天堡 大莫英雄 外檔恐新聞 一聲歷出 追上來第三位 左右 最後一站馬 有潮州小子 然後再接再例 百利 紅星之寶 飛龍世界 包美一隊是環球之寶 和魔術家 大概二百多米路程 永利寶 帶了出去之後 按住 然後第二位很新穩 然後後面一站馬 第三位賣籃 藍天堡 中間有大莫英雄 外檔再接再例 然後後一位 一個馬位之後 見到環球之寶 和潮州小子 這個大莫英雄 接著是紅星之寶 飛龍世界 百利包美 仍然是魔術家 距離放頭馬 永利寶大概七八個位置 差不多轉入直路的時候 永利寶還是按住 按住來放 然後第二位外檔 這個很新穩 然後大外檔很接 內利 南天堡 大莫英雄 在中間 第五位 大概二百多米路程的時候 很新穩 已經過了 這隻是永聖寶 然後後面的馬追上 再接再例 中間大莫英雄 然後後些 有些潮州小子 越騎越騰 沒什麼反應 大概百多米路程的時候 前面鬥著 好新穩 和大莫英雄 兩隻馬 但我當然沒有時間 越追越近 中英雄又沒有時間 好新穩 大莫英雄鬥著 一個終點的時候 剛剛拍照第三 一號碼大莫英雄 最外難 現在還沒進鏡頭 紅毛六三 潮州小子 推下去 馬沒什麼 他推回來的位置 很接近 好新穩 跑得非常之好 現在還在投尼 大莫英雄在外面 咬著他逐步進尖 一路 最外面的照片 是魔術家 一步步 看看好不好 一號第一 哎呀 中線都很厲害 差一點點 看看派仔第一名 一號碼大莫英雄 走一個五三個八 位置 出來十九個九 第二名是九號碼 好新穩位置 21元 第三名八號碼魔術家 位置 30,08年3,08元 一答9,202,09元 三方賽19,08分19,98分2,197元 時間1分12秒 七號碼 一塵不厌 他的飛飛臨到回山,越來越好分,有些問題 但是我見你昨晚放的神科, 看來腳法我最喜歡的就是大木英雄, 馬下去腳底這樣彈出去, 千萬不要這樣, 有些膝蓋向前跑, 膝蓋向前, 有些馬出了膝蓋去著腳, 那些馬好看不好吃, 你看浪費力,彈了出來,這樣跑, 有些馬在那裡出的,彈,不同, 差點,是, 好新聞跑得出乎意料之外這麼好, 是啊,要今早前, 都是有少少谷仔幫助, 魔術家表演也好好的, 路程始終是比較慢一點, 即是後趕一步,差點一點, 下次有什麼路程呢? 下次就,這裡只看到1030, 1030, 沙底不太用, 從來都不出, 很多路程都有, 遲些吧,好啊, 再報告什麼說呢? 大莫英雄早段跑了上來, 不受約束, 去到800米, 紅星之堡, 收慢避開大莫英雄的後題, 去到400米, 藍天堡走勢笨絕, 好論盡, 去到200米, 藍天堡外閃, 去到200米的時候, 百里就在藍天堡逐漸向內斜跑, 和在困手, 在好新聞的後題的時候, 要轉向外跑, 另取空位前進, 藍天堡、 潮州小子兩筆熱碗送去檢查, 潮州小子好像很可憐, 看在哪裏, 潮州小子, 外難, 現在是外難, 第363, 他都不夠一隻魔術家, 魔術家是最外了, 是吧, 都聰明他, 馬是不夠人那麼好, 老實講, 馬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問題, 現在他有什麼馬友, 他推到上來, 他還有機會拍照, 但是魔術家最外難的那隻, 一路掌握過他, 他都不可以, 魔術家有, 就和他拍照, 他沒有拍什麼, 看來好像又不怪得戴心哥, 但是這個馬的馬身, 一路我都不喜歡, 他就算沒有那麼肥, 但他不是收身, 收得漂亮那種, 你知道嗎? 他第三班,